哈囉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Cloud AI 最新推出的 Sonic 3.7 模型 這一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寫程式非常強 就是寫程式然後邏輯推理什麼的 真的是用過的人都說讚 而且重點是它是有免費額度的 像我之前一開始用的時候也是免費用一用 然後覺得真的受不了 真的很想要繼續用下去 然後就有付費訂下去了 而且這兩天今天是2月27號 我還收到了一封特價通知 應該上這部片的時候來不及 就是28號之前 它有一個特價優惠是買免費的話 它會有七五折就還蠻多的 所以我就狠心的給它訂下去了 那先來說說我自己為什麼會那麼喜歡Cloud 就是因為YouTuber嘛 YouTuber平常在幹嘛就是拍片啊 那YouTuber拍片其實非常依賴 就是大綱啊腳本啊然後標題 這些都是要文字處理的 然後我自己用過Cloud之後呢 我覺得它在文字信義度上面真的是最高的 就是用過這麼多AI之後 我覺得它真的很貼心 然後你也可以說它很腹黑吧 就是例如說一樣的標題 我可能要QRGBT寫 或者是讓Cloud寫出來 我就是會覺得Cloud比較好 例如說現在可能大家都會追求比較 可能比較稍微聳動一點的標題吧 那如果是QRGBT寫出來的話 常常都會覺得不到位不到點 因為例如說我可能會指定說 這是給台灣人看的一個標題 那AI就會去幫我量身打造一個這樣子的標題嘛 但是呢Cloud出來就是特別好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又或者是說今天你在人際處理關係上面 或者是你先遇到一些法律問題 然後你去諮詢Cloud的話 他都會再更進一步的幫你想到一些你沒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他不會只是叫你去跟人家和好 他會把前因後果全部分析一遍 然後告訴你說你最好怎麼做 而且有時候他也會直接檢討你 就說你是不是某個地方沒有跟他講好之類的 就是所以我覺得他真的還蠻貼心的 我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他 就是洞悉人心 真的是太了解人性了 但是講了他這麼多優點 就是非常了解人性啊 然後非常會寫程式他有沒有缺點呢 有而且他缺點可多了 就是例如說最重要的即時聯網功能 他竟然沒有 就是現在到底哪一個AI還在沒有即時聯網啊 就是你要上網查什麼資料 這個功能就是非常的重要啊 而且可想而知他就是沒有深度搜尋的這個功能 我覺得之後深度搜尋這個功能 應該會變成AI的標配 就是現在Cloud他就是沒有這個功能 真的是還蠻大的一個缺點 因為我現在在用那個 Elon Mars推出的那個XAI的grok3去 是用那個深度搜尋 然後我覺得真的超級好用 我現在就是幾乎要找知道 我都是直接用那個 用深度搜尋的功能下去找 又或者是用TrackGPT下去深度搜尋 就是我覺得深度搜尋已經變成我搜尋的來源 就是我比較少會用Google去搜尋了 就真的是直接取代啊 然後現在Cloud就是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Cloud 它不能圖像深層 我有幫大家試過 現在畫面上面啊 我直接來深層 它就會深層一個SVG檔 那SVG檔其實比較主要是一些Logo啊 或者一些像亮的圖案 你看像它這樣子伸出來 就它就不是一個走寫實路線 而且你可以說它幾乎是不能使用的一個圖案 就是我要它深層一個iPhone17 然後它給我一個這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個 就是可愛插畫 然後Logo的感覺的話 是可以用啦 但是我覺得用處不高欸 就是像GROCK3啊 我用它深圖就是真的效果超好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牽奏表情就真的效果非常好 好雖然沒有很像啦 但是就你知道 它的深層圖片是真的非常真實的這種圖片 這是天差地別吧 所以你也可以說Cloud它這個深層圖案 可以說是這個功能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下一個它沒有的功能 就是它沒有語音模型 現在語音模型真的也是一個趨勢 像去GP的語音模型很好用嗎 然後像GROCK3的語音模型我們上次也有測試過 然後真的出來上午就真的還蠻好的 你就真的很像在真人對話 然後你也可以拿來就是聊天啊 或學習語言啊都非常好用 可是Cloud目前好像就是沒有要經營這一塊 就是我覺得它沒有多語的功能 它就是寫程式非常強 然後聊天很強 但是它就是沒有這些多語無話無話的功能這樣子 但是即使是這樣呢 我還是非常支持的就是年費給它訂下去了 因為我真的工作上是蠻高度依賴Cloud來 幫我寫一些腳本或者是下一些標題之類 我不會完全的去採用它寫的東西 但是它每次給我的架構都是我部分會採用 就是一部分它寫然後一部分我寫 我覺得這樣子合作下來效果是真的還蠻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來幫大家實測一下 這個Cloud Sonnet 3.7的模型 然後我們來用寫程式的方式來稍微比對一下 另外兩個模型 分別是TRAGPT的這個O3 Mini High模型 然後再來就是XAI的那個GROCK3 現在非常紅嘛 然後我們就這三個我們來稍微 小小比較一下他們寫程式的能力這樣子 當然不是專業的 因為我就是呃程式麻瓜嘛 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是呃 小小看一下他們寫出來的成果就好了 就不是什麼很硬核的測試啦 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已經全部寫完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開他們寫好的東西就好了 好首先第一個呢是鐘擺測驗 就是我要他們 特別寫一個就是鐘擺在搖擺的 模擬的動畫的程式 然後呢你可以用你的滑鼠去點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從那邊開始搖擺 我們現在呢來看第一位選手 我們先從TRAGPT看好了 為什麼要把我們今天的主角卡放在最後一個呢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先來看TRAGPT OSA MINI HIGH的這個成果 哦這個是我們TRAGPT寫出來的鐘擺的動畫 然後呢你滑鼠點到哪邊 他就會從哪邊開始搖擺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程式喔 就是嗯他只有寫說你的滑鼠點到哪邊 他就會變成一個騎士點 那他就是會重力加速度這樣滑下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重力呢 好像不太像是地球他有點像是海盜船 就是海盜船他是有外力介入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有點比較像是外太空的重力吧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當你的那個提示詞裡面 沒有特別提到地球的話 他就是會用外太空的重力 我覺得這一點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不是用地球的阻力呢 總之呢這就是我們的第一號選手 去LGBT寫出來的就是一個嗯蠻簡單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問題的一個鐘擺的程式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位 掛3寫出來的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介面就是非常乾淨 沒有任何多餘的指示 然後呢你的滑鼠移到哪邊 點一下他就會從那邊開始 然後很明顯的我覺得這個動力呢 非常的像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個重力加速度的感覺 非常像真實的物理 那他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動畫 然後你就是可以點哪邊 他就會從哪邊開始下來 對就是這樣子 寫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模擬的很像真實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角也就是我們的Sonet 3.7 他寫出來的是怎樣的感覺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快的發現他們的介面有差對不對 為什麼Sonet 3.7寫出來的這麼複雜呢 為什麼上面有那麼多字呢 為什麼他這麼善解人意呢 我們的prom是什麼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prom 我們的那個提示詞就是這一段 就說我要一個鐘擺的一個程式 然後他是需要空氣阻力 但是我沒有特別提到地球 然後呢他說這個鐘擺呢 應該要隨著我們使用者滑鼠點睛哪邊 他就要從那邊開始搖晃 然後會有一些角度啊 然後會有一些重力的呈現這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提示詞 然後他竟然把我寫的這麼複雜 就是很貼心 不是他很貼心嗎 就是他連什麼角度啊 然後什麼空氣阻力啊 然後什麼東西他全部都寫在上面 而且這個空氣阻力他是可以調整的喔 各位這個東西是可以調整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右邊 這邊他有一些就是指令 你今天按什麼不同的按鍵呢 他可以去調整他的空氣阻力 然後你還可以暫停什麼 然後你還可以重設 不可思議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就是你只是給他這麼短的提示詞 然後他就自動幫你想到了後面這麼多的東西 就是他加了這麼多的東西喔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時間跟能量的那個比對線 太誇張了吧 然後大家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就是我點哪邊他就會從哪邊開始 但是你會發現他那空氣阻力是有點太大 就是不太像地球的 那例如說我就是把空氣阻力調到最低 他也是偏慢啦 就是跟TRAGVT那個是差不多的 但是撇除這個地球重力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真的效果很好 他就自己想到額外想到了這麼多的東西喔 非常的貼心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東西想要讓他寫程式的話 你就把它丟進去然後讓他寫看看 我覺得真的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看到另外一個是小遊戲 我們要讓他寫一個火箭登入月球的小遊戲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提示詞 OK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提示詞 是這一段 就是說呢我們今天要寫個遊戲 然後他是怎樣的 怎樣的畫素 然後他的規則是哪些 等一下你們看那個遊戲的界面 大概就知道他實際呈現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然後Cloud又多寫了哪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呢先從TRAGVT來看一下他的成果 就是寫一些小遊戲的部分 我就是在想說有沒有什麼一些更好玩的東西 可以寫出來 就是除了小遊戲啊 然後一些物理測試啊什麼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也歡迎提出來給我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TRAGVT的成果 喔 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小遊戲 我現在正在打 喔 成功了 那這是一個就是登入月球的小遊戲 大家看到介面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他左上角有一個這個燃料 那這個燃料用完的時候就代表說 你就是已經沒有推進力了嘛 那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要用那個上下左右來控制你的火鍵 讓他登入在這個平台上面 如果呢他掉到了其他地方 又或者是他的速度太快的話 他就會墜毀 而且他不能重來喔 他就是他就是一打開 你就要開始立刻玩 他沒有任何多餘的功能或者是按鍵 那你每玩一次呢 你就是要重來 你就要重新打開這個視窗 然後我就開始 喔 大家看到了嗎 他就懂然後就墜毀 所以就是還蠻簡單的一個介面啦 這個是ChurchPT O3 Mini High寫出來的 非常簡單的一個小遊戲 但是我蠻喜歡的就是這些星星會一直跑 就是這些星星會一直動這樣子 蠻可愛的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就是偏簡單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Grak3寫出來的 Grak的話 OK 他就是一打開你就要開始按按鍵 不然你就墜毀 你看墜毀了嗎 喔 對 剛剛沒有講到ChurchPT 他也跟這個Grak3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的平台不會每一次都變 有沒有 你每一次打開他的平台 就是在正下方 那你其實只要按上 一直按上他就會順利的停在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這個Grak3呢 他左上角也有一些指標 就是有分數跟燃料 我記得這個Grak3寫出來的很難喔 就是就算我再慢啊 他最後停在那個平台上 他最後都還是會墜毀 那我就是盡量嘛 我就是盡量一直按上 就是 嗯 喔 你看我都已經那麼慢 他還墜毀 就很奇怪 他設計的非常奇怪 反正呢現在我們要進到我們最後一個主角 大家看了過主角之後就知道前面兩個寫的有多爛 我們的那個Carsonet 3.7寫的怎樣 啊 墜毀 好 雖然他難度也是變高 但是我們看一下他的界面 他界面是不是精緻很多喔 大家有發現嗎 就是一樣的提示值寫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人家這個是比較高級版的 首先呢就在左上角啊 左上角有這麼多指標欸 就是你今天有一些角度啊 有些坐標 然後有一些燃料 而且燃料還給你做這個圖表喔 就是你就知道說現在你的燃料剩多少 就是是不是很直觀 然後呢 再來就看到中間的這個墜毀的這個界面 他還有一個重新開始喔 你按一下空白鍵還可以重新開始 馬上那個差距就出來啦 而且他這個平台啊 就是你 你這樣登錄的這個平台 他每一次重新開始都會在不一樣的地方 改另外那兩個很土炮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差距一下就出來了欸 多細緻啊 就是人家寫的多細緻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樣都是AI欸 而且這個火箭他上面還有這個小火把 後面還會有那個火箭在噴射的那種特效 那你按一下上他就會噴一下那個火 細節啊細節 但是呢 有一個差別就是他的星星是不會動的 剛剛那些星星都會動 這你會發現說 Cloud Sonnet 3.7 他寫出來的程式真的 信心度高很多欸 就是大概高了兩倍吧 大家覺得有沒有 應該是高了兩倍有 所以現在寫程式 大家用這個Cloud Sonnet 3.7寫出來 大家真的是一片稱讚 都覺得他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有在用AI寫程式 然後你還沒有試過這個Cloud的話呢 建議大家可以試看看 尤其他現在又有免費額路 你就可以直接輸入你想要寫的東西 讓他來調整 當然我自己平常是沒有在寫程式 所以剛剛那個只是小小的示範說 Cloud跟其他的AI到底是差距有多大 其實是還蠻明顯的對吧 因為Cloud寫出來就是真的還蠻細膩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這麼大的差距呢 就是我覺得每個AI的目標上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像Cloud他自己本身就沒有像 剛才我講的那些多餘的功能嘛 那可能精力都投放在這個寫程式的上面 那也算是合理啦 那TradeGP呢據說他們最近有要動作 就是他們好像快要推出O3或者是新的模型了 就是上禮拜GRAC3推出的時候 TradeGP就在那邊嗆聲說他們也快要推出了嘛 但是到現在過了一個禮拜就是什麼風聲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敬請期待說他們會推出怎樣的新功能 我自己非常的期待 所以今天呢就是小小的示範這個Cloud他的能力 就是掃點3.7大家可以用看看 我自己也要來開始實際的使用 因為我現在才跟他結束大概兩三天吧 嗯還沒有太多的心得 因為我一集以來其實都覺得他非常好用 就是寫東西上面 那我現在用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他很好用 就是跟以前是差不多好用的 就是在我寫文字上面的話 感覺起來是差不多 但是在程式上面呢就是真的進步很多 就算是我這個麻瓜 用起來感覺好像也是真的差很多耶 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去試用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或是想要我測試的東西的話 歡迎在下方提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